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羊毛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新的游戏 烟火 就之从前 此游戏中的角色在身高上 明显比羊毛以往玩的游戏中的都要高出很多 而且不仅画面清晰 画风还十分可爱 非常适合大半夜戴上耳机 一个人尽情玩耍 好了 今天的废话就说这么多 让我们荡起双脚来到游戏中的世界 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已经附身了啊 我现在就是小李路灯下站着的那个 来了来了 记忆碎片 诶 碎片呢 懒得放 咦 先接着接着去行吧 半小时前 这里的一户人家正在举行葬礼时 棺材突然着火了 报案人长是有人蓄意纵火 然后我和郑哥两个人就火气火料的开车赶了过来 结果刚到镇口 车就莫名其妙的吸火了 没办法 车还是要修的 不然路队那边肯定又没有好脸色了 关于这个路灯啊 其实是因为手电快没有电了 所以我们俩才把车推了过来 接下来去买点电池吧 话说 这是我负责的第一个案子 这里是一个非常闭塞的乡镇 据说这里还保留着不少迷信风俗 就在前方不远 正好有一个富时小店 往里旺旺发现 除了这样一个火盆以外 也没有人啊 奇怪 这店明明还开着呢 哎哟 小伙子 不好意思啊 刚睡醒 你要买点什么 就这样 为两块的价格拿下了这块电池 这老板估计是睡傻了 目光中还隐隐透露出些许机智 把电池交给郑哥后 我就打算去现场看看了 男人吧 很多事都要亲力亲为的 虽然我初来乍到 对这里也不是很熟悉 这不正好 又回到这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这墙上怎么还出现了番茄酱 我反复在这条路上循环了多次 每次这面前都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变化 比如这次 我刚刚买电池的两块钱 突然出现在了墙上 再看这次 直接变成了一扇门 当时我距离们只有50厘米 当我双腿的抖动频率 却已经超过了每秒50次 那一刻 我想大声告诉你 门里没有东西 可结果 这竟然是个灵堂 事已至此 我已经偷偷换好了裤子 接下来 身为儿童的榜样 妇女之友的我 此时充满了决心 先看这里的纸条 小麦布老板 王金才因病作骨 需定这个 那个一大堆 小麦布 怎么这么严手 难道着火的是小麦布老板的葬礼 等等 这不对啊 那刚刚小麦布里的是谁 他大旧吗 在一番思索后 我拿起了边上没有点燃的蜡烛 然后开启核能 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我就没见过指人会看书的 拿来 是个账本 王秀芬 射鸡蛋一鸡 谢荣发 布有一桶 还有这个账本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 诶 你的脸呢 诶 你怎么倒了 当我走出屋子的那一刻 门消失了 边上的椅子上多出了一张纸条 第一张 死人债 拿了死人的东西 会欠下死人债 若不及时归还 轻则恶极缠身 重则家破人亡 尽早把东西归还 方能躲过一间 哎呀 1比1等值兑换了 这不是有点亏啊 赶紧送去 咱俩两清了啊 哎呀 智能导航 这家伙指在哪儿啊 你看看吗